专载自白家号作者 向成讲体育一直以来 大部分球迷在表达自己对球队的喜爱和忠心时 总是会喊上一句 你赢陪你狂 输了一起扛 赢了陪你狂的 相信绝大部分球迷都能做到 但输了一起扛的 又会有多少呢 在新赛季的德国丙级联赛的首轮比赛中 凯瑟斯劳腾的球迷给了我答案 在德秉新赛季首轮 凯瑟斯劳腾主场对郑慕尼黑1860的比赛中 吸引了41324名球迷来到现场观战 整个福里茨瓦尔特体育场 几乎被红色的汉阳所淹没 要知道 这可只是德国的第三级别连赛而已 并非一球是火爆著称的德奖 能够吸引到超过4万名球迷 不离不弃前来现场观战 实在让人敬佩 作为曾经凯瑟斯劳腾神话的地道者 德奖红魔走出了一大批知名球星 例如K神克洛泽 超级前锋 马上了 传奇中场巴拉克 多克门神为登费勒等 1997年 在传奇教头雷哈格尔的带领下 他们以德意冠军的身份升上了德奖 并在此年创下了以升班马身份多的紧接连赛冠军的奇迹 留下了一个传唱至今的凯瑟斯劳腾神话 然而 在2005-06赛季 凯瑟斯劳腾不幸叫回德意 虽然三年之后 他们又重新回到德奖赛场 但这次只停留了短短的两个赛季 之后就再也没有重返德奖 最近几年凯瑟斯劳腾的状态没旷遇下 上个赛季在德意更是从一开始就成绩低 你 长时间稳聚德意副班长位置 直到最终降级也没能成功翻身 历史上首次降级到了德平 但就是一样一直堕落的好蛮 他们的球迷却始终不离不弃 即使降到了德平 他们也依然支持他 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他们应该去的位置 4万名球迷观战德平联赛 这个数字先不要说在中椅或者中甲了 就是在中超 除了那几家好门球队外 又有多少球队能有如此数量的球迷到现场观战呢 而这几家好门球队 一旦某一天落魄了 他们的球迷又是否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呢 赢了一气狂很容易 但像凯泽斯劳腾这样的球迷 才能叫做真的输了一起扛 好吗 好吗